歡迎回來 Android觀點 其實這一次這個十二年國教的總課綱 期待的是把這個必修學分稍微剪下來 然後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去做選修的科目 那也希望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 能夠厚使我們的公民 這個的一個能力 基礎能力 可是我們看一下這個臺灣的競爭力 其實我們看這幾年的統計 各種的排行榜 比如說PISA的調查 從二零零零六到二零一二年 從第一名數學就掉到第四名 然後閱讀能力從十五十六到十五 還好有進步 但是科學就掉下來 那閱讀我們看一下 這個閱讀是掉最多的 二零零六二十二名掉到第九名 這是一個是往上走 是往上走 所以是有進步的 對不起 然後這個TIMSS這個的排名數學 從二零零七年到這個第四名 其實這個還好 但是我想要請教 就是說我們看到的 這個是不是真的臺灣的這些實力 是在往下掉 還是說我們剛剛像國教院這邊講說我們精英的還是非常好 但是我們後段班的其實是增加了 那我不曉得 來我們先從國教院這邊開始吧 是 我這邊有一個資料 是今年二月才做的 我們國家為了做補救教學 他把全國最後的百分之三十五的孩子 給他做國因素的調查 結果我們發現呢 在數學方面逐年 從二年級到九年級 他的亂達率就是說他的得分等於猜測的機會 越來越高 到了國中三年級的時候 亂達率高達百分之十三 然後可是另外沒有通過的比例 最後百分之三十五 他高達百分之 如果全人口裡面 他高達百分之三十左右 所以這麼多人是不合格的 所以他前後段的差距非常大 不過也是一樣 那我 因為我自己從臺東過來 也許沒辦法想像說 臺東跟花蓮的孩子 他國小六年級畢業的時候 他的試制量 最後百分之十六的小孩子 他們試制量不到國小二年級 然後國中三年級畢業的小孩子 他試制量不到不到國小五年級 所以這種情況呢 會造成一個後面的老師 他在上課的時候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差異化教學 這差異化教學是不同的方式 給不同的學習單 給孩子們學習 可是真的差太大的時候 就很難教了 回應一下老師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臺灣數值的雙峰化 就是M型化 這個也是值得擔憂的 就是說我們看到數學閱讀科學 這幾顆 其實在這個補救教學 就是需要補救加強的 這個其實數量是多的 那我們說表現優異 數學有三十七點二是表現優異 在level five這裡 那看起來好像很多 可是這個補救教學 在十二點八 我這邊就比較一下 我們看到的這個臺灣的高車 我這邊有一個數字 就是低標區的學生的比例 和上海是三點八 然後新加坡八點三 香港八點五 我們這邊是十二點八 所以看起來 我們這個雙峰化 就是蠻嚴重的 那這個到底應該要怎麼樣的 一個補救教學 或是差異化 又能夠讓學習低落的 這些孩子能夠學習到 我想這是最重要 並不是用必修 一直要強迫他們 是 是 我非常同意 剛剛你們兩位看到的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的 比方說用數學來講 這雙峰化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們的成績平均的確很好 我讓大家再看一次 這個PISA的這個統計資料 這個縱軸是成績 越往上面成績越好 你看我們的臺北市在這麼上面 平均非常高 我們非常的高興 這個橫走不是代表這個雙峰化 而是代表公平受教育的機會 因為他們有統計說你的家庭背景怎麼樣 所以我們被統計出來是說 比較有錢人的成績比較高 比較沒有錢的人成績是比較低的 因此我們是往左邊走的 那就表示說這個學校交易一定沒有交好 所以我們的小孩有錢人就去上補習班 沒錢的人回家問鄰居大哥哥 大哥哥也要問人 那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你看看新加坡他們也很高 但是他們非常的均衡 英國不是那麼高 但是他們也算公平 對 臺灣掉在下面 特別我要講英國是說 2006年英國是在這邊 比我們還走邊 但是他們具體教訓 做了很多年的努力把事情擺平 我們有沒有要做這個事情 好 我再講一個 馬來西亞 他們也還很快樂 但成績很低 少教一點 大家既然都不會就少教一點 也不會痛苦 但是也很快樂 那我們到底要把我們的國民 帶往新加坡 還是帶往馬來西亞 可是老師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因為現在必修跟選修的科目 如果選修能不能彌補 這樣的一個差異 選修必修那是高中的部分 國中國小 其實沒有沒有這個問題 那國小國中 可不可以也做選修 十二年國教總鋼草案裡面 在就跟九九課綱 現行的課綱比較起來 一二三四年級 我們都各加了一節數學課 然後我們在一二年級 就各加了一節國語課 這個就是我們也認為必修是重要 但是他應該放在前面 可是到了高中的時候 就應該是選修了 不過剛剛段老師也一直在講說 我們的必修有很多是不需要必修 你認為呢 這個就是剛才其實主持人 您問得非常好 你剛剛問段老師說 你覺得哪一個可以拿掉 譬如說昨天發生捷運這件事情 大家一定說生命教育是最重要的 然後生命教育就會跑出來了 那生命教育難道不重要嗎 他告訴人一個人 他生活存在 為什麼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他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這方面的教育當然也很重要 那所有的都是這樣講 譬如說國防教育 好不好 大家都說國防教育 可是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國防教育裡面 告訴我們所有的國民 防災有多重要 我們有這麼 好 那你們自己認為呢 因為你現在就是說意見很多 你們很難整合 可是你們認為呢 現在季節在談的是說 我們決定的程序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有各方面的代表 然後我們經過三千兩百人 小時的討論 才得出現在這個結果 我們並不認為說 這一定是完美的 沒有人會完全滿意的 但是真的是盡量要去努力 還有我剛才其實很高興 聽到說兩位老師 他們在說 如果他執行的出來的話 我就覺得這還不錯 換句話說這理念是對的 那我們還有四年的時間 我這邊在講的是 我們國教育部 跟國家教育研究院 還有師志醫教師 我們在做國教署 還有各個相關單位 包括大考中心 我們這裡有一個協作的平臺 現在正在做很努力 很努力 每次都在開會 想說你大考中心 你要怎麼改變 然後你的法令 你要怎麼樣改變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要一起努力 把它做到位 不過你剛剛說 經過三千多小時 還是那麼多必修科目 對不對 就是還是沒有減少 是不是 我們基本上把畢業學分降了 我們必修的課也降了 我們是希望孩子會有機會適性揚才 而且如果他已經落後的話 像剛剛張老師非常擔心說有孩子落後 他會有補救的需求 可是用什麼時間去補救呢 就是那個選修的時間 好 選修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看到國外的孩子從國中開始 他們就開始跑班 然後按照他自己的一個能力 他可能可以跳班去念 然後或者是選更多有趣的科目 那臺灣在國中教育高中教育 其實沒有這樣的機會 那這次十二年國教要有一些選修的學分 其實是好事 可是我看起來剛剛打電話進來的家長 也都沒信心 來我們看一下段老師 如果是國文 你認為選修可以怎麼做 也許會更好 國文的選修怎麼做嗎 國文的選修 其實我們現在就已經開了蠻多的選修課了 譬如說小說選讀 散文選讀 各種譬如說藝文與人生等等 學生已經開始跑班在上課了嗎 但是沒有跑班上課 為什麼 問題就在跑班上課 包括第一個 就是你的教室夠不夠 你的尤其是行政上面他怎麼管理 就學生一跑 那個時間 是不是等到一節課跑回來只剩半節課了 像這些都是跑完很難實行的原因 那麼所以這裡就回到說 剛才談到選修問題 就是說如果真的像副院長您說的 選修的話他都能夠落實 然後給孩子們就說更精緻 更精準的教育的話 我現在大家都會拍手贊成 可是這就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經費 教室空間 師資的培訓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全國幾百所高中 那麼有些高中也許他的資源夠 他可以盡量達成 但是有幾所高中能夠達成 而且越是偏遠的學校 我們越擔心 因為他的各種配套不容易達到 現在就談到弱勢的孩子 弱勢的孩子大部分在這些地方 那麼他們的所有的教育資源來自於學校 那麼如果離開學校之外 他們可能自己在家中是得不到什麼資源的 可是這些孩子他在學校裡面 他可能就是面對這樣的一個情境 他的基礎學分 各方可能學得不足 其實剛剛段老師講的都非常重要 教室夠不夠 師資的培育 這些配套錯事 我不曉得您看的話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您很重要 我五月九號部長主持了一個會議裡面 部長講一個非常經典的話 他說譬如說教室不夠 或者是資源不足 因為我們要開1.2到1.5倍選修 讓學生能學 老師在哪裡 如果經費能夠解決的 那是最容易解決的 換句話說教育部願意 部長這樣說法是他 教育部願意用很大的資源 去解決這個經費上面的問題 所以經費不能解決的 到目前為止不能解決的 反而就是失賠了 怎麼樣我們培養出 有效能的數學老師 有效能的國文老師 這個才是最重要 所以你認為 如果說這個教室不夠 可以再加蓋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應該這樣說吧 經費的話 其實非常龐大 因為我們稍微算了一下 單單是選修客開出1.2倍 他所增加的終點費 一年就是十五億 十五億 對 那這只是一個最小 最小的一個點 其他的譬如這個 師資培訓教室空間等等 其他另外剛才講說 經費能夠處理的都不是問題 我第一個懷疑他經費能不能處理 第二個問題是譬如說 你必須國教院 他必須要結合大考中心 就是說他今天選修要能夠落實 他必須大考中心就是說真的是 我們有必修的考試 還有選修的考試 大考中心會有個困難是說 我今天他們在慢慢降低 他們的每次考試的總的科目 但是現在的話呢 如果今天我們是國文 除了國英數三科是必修 那麼學生還可以選考 譬如國文有一二三 英文有一二三 數學有一二三 還有其他科目 學生根據自己是商科或理工 或者是藝文或者是國文 他決定他要選考國文幾數學幾 那科目絕對會比較多 那個時候會不會開始輿論又嘩然說 哇 增加科目增加學生負擔 確實這個我們臺灣 蠻這個考試領導教學的 所以大考中心的連結 他們的認同是非常重要 我們先休息一會待會回來